今天给您带来这道菜可真的不一般 我靠它拿过两次北京市烹饪大赛 以及一次全国烹饪大赛的冠军 说出来相信您一定不会莫争 它就是水骨鱼 咱先来点配料清准 直接切片黄瓜提香 芹菜清蒜 接下来咱片鱼 这鱼咱选的是黑鱼 这黑鱼咱把它去骨去皮 这鱼骨一会儿我们要熬一个鱼汤 这鱼肉切好之后 我们在里边加上一些盐 盐的量可以大一点 这样既可以起到一个 去除它粘液的效果 同时可以让鱼肉变得更加紧实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很复地抓揉 抓到它起粘液为止 接下来加入清水进行漂洗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清洗鱼肉之后 这个水会变得非常的浑浊 但是同时鱼肉就可以变得非常的透亮 鱼肉清洗好 去除多余的水分 这会儿就直接加入腌鱼料包 加入腌鱼料包之后 把它焯拌均匀 腌好的鱼肉加上一些色拉油 所有的准备功夫都做好了 咱上火 锅里边先来点底油 加上一些葱姜 放入清洗过的鱼骨 然后把鱼骨煎好之后 用鱼骨熬一下汤 这样可以让我们这水煮鱼的味道 更加的鲜美 鱼骨煎成色之后 直接加入开水 这汤咱搁一边包着 这边逛口锅 没点底油 把这备好的蔬菜 咱们煸炒一下 蔬菜当中加入一点盐 青菜炒到炖生 咱把它盛出来 直接垫到盘底 这鱼汤也包煮好了 这鱼骨咱也不浪费 您弄点蒸鱼豉油 晚上咱们一浇 这就是一道菜 直接在咱们这个包煮好的汤里边 加入水煮鱼的酱料包 汤我们要稍微包煮一下 让所有的料香完全的释放出来 这会可以转小火 下鱼片 这鱼片我们下锅的时候 水要保持开锅的状态 这鱼片下锅之后 千万别着急去搅动 如果马上搅动的话 上边这个层淀粉就会脱户 这样就起不到上浆的效果了 鱼片完全定型 这会我们轻轻的搅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看看我们这个鱼片 煮出来是非常的饱满 鱼片煮至成熟 这会咱把这个最后提香的料包撒上 这油温咱给它烧到七成了 最后就是这车拉一下 咱再来点这么小葱一点缀 咱这道金牌水煮鱼 大功告成